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这一期跟大家聊聊我以前做过一个视频的一个后续 以前跟大家聊过一个纪录片叫两元女子宿舍 然后这个事情的后续来了 这个事情啊,两元女子宿舍呢,变成了五元女子宿舍啊 经历了十年的时间 然后在这十年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 然后呢,这个女子宿舍呢,也已经换了老板了 可能要做不下去了,也就有可能不做了啊 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把以前的那个故事讲一讲 首先呢,那个是一部纪录片 然后网上只流传着凤凰卫视的版本 然后呢,那个时候2010年的时候 拍了一部叫两元女子宿舍的一个纪录片 然后呢,很惨,里面有很多啊 就是年纪很大,年纪很大的一些女士啊 然后有什么丧子啊 或者说没有结过婚的呀 或者离婚的呀,等等等等 然后用了一种上帝视角来看他们 然后很多人看完这部纪录片 就会觉得这个社会怎么回事啊 这个社会里面怎么还有这种角落呀 然后还有很多很可怜的人啊 等等等等 在上那次的视频 我跟大家也说过啊 可怜的人他们发生一些可怜的事情 他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不见得都是什么社会啊 都是什么啊,怎么的啊 你倒霉啊 如果说才发生发生这种事情 其实有很多事情啊 每个社会都有一些阴暗的角落 只要是人他都有可能会碰上那种 这辈子一直在倒霉的人 那你能怎么办呢 然后的话 前两天在Facebook上面 看到了一个台湾人拍的一个视频 好像拍的抖音吧 然后呢 在就是现在12月份了嘛 台湾那边也开始冷了 下着雨 然后好像是台湾的某个捷运 就是地铁 地铁的那个出站口 在那睡的街友 就流浪汉 很惨 有的连被子都没有 有的连床单都没有 就穿着衣服往地上一躺 说非常非常冷 如何如何 其实哪个社会没有啊 其实说起台湾 大家可能会说啊 台湾这个社会的那么可怕呀 那么多流浪汉 如何如何啊 这个时候 其实台湾的那个贫富差距算是比较小的 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个东西啊 台湾已经算是贫富差距比较小的一个地方了 它也会产生这种问题 我不是说贫富差距小是一件好事情啊 贫富差距小 这个社会没有动力的 台湾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没有动力的社会 这样的一个形态里面 然后呢 就算是贫富差距小的一个情况 它同样也会有这种别人看不到的一个角落 台湾连两元女子宿舍 或者说叫五元女子宿舍 都没有 起码咱们这个国家还是有的 还是有两元女子宿舍和五元女子宿舍的 然后在最新的报道里面也说了 这个地方呢 它不只是开女子宿舍 它也开男子宿舍 为什么叫女子宿舍和男子宿舍呢 因为都是混居 因为便宜嘛 两块钱一天 五块钱一天 因为便宜 大家都是一间房里面住好多好多人 你要混住的话啊 容易产生一些麻烦的事情 所以呢 大家分开了 女的住一边 男的住一边 然后呢 可是那部纪录片就没有提过 男的也有男子宿舍这个事情啊 永远只要把话题转向了 转向了女性 转向了女子宿舍啊 这个流量就来了 它也是另外一种标题党啊 看起来我在关注社会的阴暗的角落 其实还是在用标题党的一个方法 它永远它不会把这个事情转到男子宿舍里面呢 永远都是看的都是女子宿舍 女人嘛 永远都是被欺负那个 如果能够把女人立成了永远被欺负的那一项 女人对你的信任就如潮水而来 有了有了这个信任啊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然后呢 讲一讲那个后续啊 后续呢 这个事情是十年前拍的纪录片 十年前发生的 这十年 十年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很多人来来走走 可是也有十年前的纪录片里面住着的人 到现在十年后还住在里面 都有点变成像养老院的形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便宜啊 年纪大啊 赚不着太多的钱 他只能在那生存 只能在那生活 十年了 没有变化 唯一的变化是什么呢 唯一的变化是 两元变成了五元 涨了三块钱 唯一的变化是什么呢 十年前那些女子宿舍的人 只能看看电视啊 如何如何 现在呢 大家都开始拿着手机 刷一刷视频 比如说像刷刷西瓜视频啊 国内的一些视频的APP 像西瓜视频啊 等等的 你看视频能够赚到一定的钱 然后呢 能够解决他一天的住宿啊 等等等等 这也算是赚钱的一 另外一种方式了 对吧 这也算是赚钱的另外一种方式 从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能 能有这样的一个种生活 我觉得还算是前进了 还算是进步了 有五元的宿舍住着也算是进步了 可是呢 这个新闻呢 告诉大家什么一件事情 这个老板转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老板也没有说 也没有说到底是为什么 把他这个产权转给别人了 就把这个项目给卖了 有可能这个两元或者五元女子宿舍 就做不下去了 没有说为什么 但是这个事情很多人就开始骂了 只要一报道出来 完了 这个事情就完了 只要一报道事情啊 就连五块钱的地方都没得住了 等等等等 如何如何 其实大家放平和一个心态 看这种新闻 刚才我说了 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地区都有可能 有一些大家看不见的一个角落 那你怎么办呢 用社会的福利保障体系 福利保障体系也不见得能帮到任何一个 帮到底层的每一个人 然后中国有没有福利保障体系 同样也有也有一些收容站的一类的地方 有些人就不愿意去住 跟美国很类似 大家不要一说啊 中国的什么收容站呢 如何如何 不好不好 如果好了 那地方啊 不花钱去住的地方 你想想那会有多少人去住 以中国人如此省吃捡用的一个状态 你就像住在小区里面啊 有些北京的一些小区 大家可能有些共同的一些算是能看到的一些新闻吧 有某一些某一些年纪大的人 就爱捡一些什么硬的纸壳边 纸盒子啊 留下来来卖钱 就捡一些垃圾 他其实收入不底 他也愿意干这些事情 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省吃捡用啊 勤劳的一个美德 你想想如果收容站做的 做的比较好的话 各种方面都比较舒服的话 而且他是免费的 那你说 谁还会住旅馆呢 这就是一个社会发展 他要面对的一些问题 美国同样也是如此 有很多流浪汉 他也不愿意去住收容站 为什么呢 这个收容站 他毕竟他的容量是有限的 他不可能提供很好的服务 如果你在乎服务的话 证明你还有闲钱 你没有钱的话 你很惨的话 你不在乎他们有多恶劣 条件不好的话 你这些人才能住得进去 你稍微有点闲钱的话 你就不会住到里面去 他就用这种方式来控制 住进收容站收容所的人的人数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看你如何去看 看你如何去看这个事情 每个社会都是如此 然后呢 关于女子宿舍啊 其实它确实是一个悲剧 确实是也不能叫悲剧吧 确实一个可以令大家同情的一个事情 大家能怎么做呢 捐款吗 捐款吗 以前之前我做了 昨天我做了一集视频 关于以前十几年前的一个公知的 那个公知到现在为止 还活跃在微博上面 每天都是发发着微博 这个世界的美好 他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不一样吗 也是出来啊 拿着别人家的孩子 得了绝症 出来骗钱 多狠啊 多狠啊 拿着别人的 别人家的孩子 得了绝症之后 拿着别人的孩子赚钱 还要骂别人的父母 那种公知 然后出来呢 还被被那个父母告了 18年的时候的案子吧 告赢了还 就算是这样 被告赢了啊 证明这是一个骗子 证明这是一个 拿着别人家孩子 出来赚钱的一个骗子 拿着别人家的惨剧 出来赚钱的一个骗子 照样 今天还是活跃在微博上面啊 我这个世界真美好 还是关注着女权啊 等等等等 如何 其实这个社会就这样 如果你有同情心泛滥的地方 他就会产生 利用这些同情心 来获取他自己的私利的人 这是一个怎么讲的 这是一个很悲观的一个事情 但是没有任何办法 就像以前我跟一个小哥们聊天 我就说啊 有很多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他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他给我举的例子 就是他们家那边的一个拆迁 十几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一个拆迁吧 然后把一些算是文物级别的一些胡同啊 房子给拆了 然后的话他觉得这个方面各种各种不好 然后我跟他举的相反的例子 那就是北京的胡同 你住在北京的胡同 你就应该知道 冬天的时候零下十几度 那个厕所只在胡同外边有 家里边是没有没有厕所的 你住在平房啊 住在胡同 你觉得特别美好 结果呢 你上厕所 你大半夜的时候拉个屎 零下十几度 穿着睡衣往外跑 去厕所 你想想那个感受 没有人特别愿意住在这种环境的 你拆了 能够建新房 这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呢 你如何看待这个事情呢 你看待着啊 这是一个好房子啊 胡同啊 平房啊 漂亮 接地气 然后老建筑 这才是北京 你用这种心态来看的话 这个事情啊 那就永远变成 这社会是个混蛋 这个政府是个坏蛋 这个国家是个魔窟 那你应该怎么看呢 其实你发展的眼光看就好了 拆迁了 分了新房 住进了楼里面 供暖是集中的了 或者你自己采暖 然后呢 你冬天 你厕所以在房间里了 你上厕所不用发愁了 取暖也方便了 又暖和又舒服 你生活条件改善了 这不就是一个发展的眼光吗 这个社会同样如此 你永远看去 看去以前 看去比如20年 20年前的一个事情 你永远不能让自己发展 你永远往后看 大家都在努力向前 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 没有人能保证这个社会 只发生美好的事情 不发生一些惨剧 或者悲剧 或者说令人同情的事情 不可能 就像我刚才也说了 比如说像女子宿舍这个事情 你不能保证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是幸运的 你不能 你必须要接受 这个世界上 有人他是一直在倒霉的 他结婚 可能妻离子散 他结婚 可能做生意 可能赔光 然后的话 投资 别人可能赚的盆满 拨满的 你可能就赚的 全部把家里全赔进去 这个都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 你必须要接受 总有人他倒霉 他能怎么办呢 他这个世界他就是这样的规划 这个世界 老天爷他没有让每个人都生活在天堂里面 所以说大家要努力向前 往前去看看 看这个社会的发展方向 换一种角度 看这个社会吧 尤其是像我刚才说的这种五元宿舍 两元女子宿舍 这种纪录片 包含那些导演 包含大家 咱们大家这些观众 换一种眼光 看这个社会吧 永远看去昨天 永远看去以前 让明天更美好 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吧 今天这期我就不多说了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